练习要上脚立即关注,更多健康内容不再错过,不定期惊喜送给你。 脑梗塞是由于脑部动脉中要硬化,可血刷的形成,使缓腔变狭窄或闭塞,从而导致急性脑缺血,缺氧所引起的脑局部组织软化和坏死。 多数对改善脑血管有益的食物,能有效改善疾病。 那么,脑梗塞吃什么食物好呢? 脑梗塞食物 1.香菇 香菇营养成分丰富,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,补充机体所需等多种营养。 另外香菇中含有的氧氧、氧化酶等物质,又降低血压、血脂、胆固醇含料的作用,能加速血液循环。 3.改善心脑血管及非循环的工学,加热后营养不被破坏,对高血压、动脑硬化、脑梗塞等疾病有良好的疗效。 2.芹菜 芹菜 芹菜味心、杏凉、卡甘露醇、维生素、蛋白质丰富、有精热解度、降压、酵汁等作用。 脑梗塞患者经常吃芹菜,不但可以有消降低血压、血脂,还可以降低血种胆固醇的含量,对防止高血压、脑血管、脑梗塞、关心病等都有一定疗效。 3.大蒜 大蒜性温、肺甘心、有消肿剂痛、降低胆固醇等功效,大蒜中含营养物质丰富,不但能防止吸脑血管中脂肪的成绩,又导组织内部的脂肪代谢,还能增加些微蛋白溶解活性,降低胆固醇,抑制血小板的剧疾,降低血浆浓度,减轻动脉硬化,抑制血栓的形成。 4.木瓜 木瓜性温、胃酸,具有消食、清热、驱风等功效,木瓜中含有木瓜蛋白酶、酵素等成分,不但可以补充人体的养分,增强气体抗力,还能缓解净乱疼痛、软化血管。 5.脑梗色患者多吃,可以有效改善血管状况,减少血栓的形成。 5.赤子 赤子中含有多负的维生素,又加血压,保护心血管的作用。 赤子中含有一种分类化合物,能有效预防动脉硬化,降低肌血管疾病的发生物率,但是吃赤子时要包皮,也不要空腹。 6.山楂 山楂中含有维生素C、胡萝卜酸等物质,能有效减少自由基的生成,增强气体免疫力。 山楂中含有血脂霉,能降低血汁和胆固醇,能防止动脉硬化。 山楂可以通过增加心肌收缩力,来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,使血栓减少,从而减少脑梗子的发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